媳妇 媳妇 来来来来来 这杨总马上到你去哪儿啊 我去见客户啊 什么客户也没他重要 他是金主爸爸 胡助馆 你爸爸来了 杨总 这是你这么早就到了 我怕我再不来 客户进明就跑了 你太会开玩笑了吧 怎么可能呢 男男的已经开始 准备合同了 是吗 吴主管 我很忙的 您能不能给您这位大客户 换另外一个客户经理来对接呢 这 这 太开玩笑 你们等会儿 你要干吗 你疯了 吴主管 这个月的业绩 我已经做完了 我不想接着客户 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 我去 这人挺好的呀 又帅 又有事业 正好给小杨找个新爸爸 哪什么啊呀 我早看着呢 他追你的吧 您就别拿我寻开心了 吴主管 周小姐要是不愿意的话 没关系了 就换一个 正好有别的银行找我接抢 不可能 绝对愿意 找奶奶 杨总 您这是何必呢 上子太松嘛 有些话没聊 我愿意和您聊嘛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自作主张 奶奶 你不是也自作主张 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 什么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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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大学同学都怎么说我吗 不想知道 也不在乎 莫名其妙地 我就成了一个抛弃妻子的渣男 这样对我公平吗 生这个孩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你是不是搞错了 生这个孩子和你没关系 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跟我没关系吗 哪儿写着了 出生证明还是后口本啊 是不是是个孩子 都要跟你认所贵宗啊 那你生这个孩子的意图是什么 还是说这个孩子 根本就不是我的 而是你跟别人生的 所以你当年才不愿意跟我出国 如果这样想 能让你舒服一点的话 你就这样想吧 杨树 记得大学的时候 学校里传你跟一个女生走的很近 然后我就到学校的网站上面 写帖子来证明 你跟这个女生没关系 当时我很感动 觉得你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 可是后来才明白 其实你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只在意 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完美形象 也就你 能把我逼的 能把我逼的 把我心里最不愿意 说出来的话说出来 是 我承认 我是想给自己找个借口 因为我害怕 怕什么 怕我赖上你啊 怕你是因为我才生这个孩子 怕这么多年来都是我错了 是我一直在辜负你 看来我在你眼中 还是那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周楠楠 楠楠 杨树 不是所有人做任何事情 都图个什么的 我生夏小杨 是因为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接受了这个命运的安排 你是孩子的爸爸又怎么样呢 生孩子这个决定 只属于我不属于你 既然我选择了这个决定 我就会负责到底 工作上的事 你就别再找了我麻烦了 我还要其他的客户要接 我还要其他的客户要接 这话都大听到了 这事我本来想找赵阿姨的 可是没想到 请接爱啊 伤心的事不提了 你想知道以前的事 这我非常迷惊 可是我总觉得我不应该背着楠楠来见你 你赵阿姨跟我说 你们当年肯定是有误会 您刚才说我们之间有了误会 什么误会 赵阿姨说 楠楠当年怀着运去见你 回来的路上让车给撞 差点流了产 从那以后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啊 你看就是那个孩子 楠楠 楠楠 赵爷爷 想死你了 小楠你好 叔叔好 你是赵爷爷的朋友吗 我不乐视你 我们以前没见过 那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以后就是好朋友啦 好 好 楠楠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发呆啊 他们都在说明天去游乐园 要跟爸爸一起玩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我爸爸能不能来 小楠 你想爸爸来吗 爸爸不来我就要被其他小朋友笑 那我的妈妈是不是要被其他妈妈笑 我不想妈妈不开心 爸爸来了 爸爸来了 就能保护我们了 周小瑶 老师叫我了 张爷爷再见 叔叔再见 谢谢你们来看我 好好好 乖乖 好 去吧 慢点 我也只能做这些了 也算完成了赵阿姨的遗愿 小楠 小心点 我不知道 我到底做得对还是不定 当叔叔 谢谢你 喂 我在你家后见 除了见一面了 没必要 我见晓杨了 奶奶 杨硕 先冷静 冷静 你之前到我银行 后来到晓杨要的幼儿园 现在就来我家 你到底想干什么 对不起 我为我的盲目唐突 还有白天说过的话 向你道歉 其实我看到 晓杨照片以后 我就知道 她是我儿子 她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晓杨是我儿子 跟你没关系 可是从血缘关系上 我是她的生父对吗 那又能怎么样 那会让我更遗憾 六年前 那只是个误会而已 你不会因为你的突然出现 就要从六年前 开始跟我叙旧吧 那没必要 那你会以为 我得知你跟晓杨消息以后 会完全无动于衷吗 我们现在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能不能不要互相打扰 我们已经错过了六年 我本来也希望 这孩子跟我没关系 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啊 我突然意识到 血缘清浅 不是想抹就能抹掉的 奶奶 我现在不是要逼你做什么决定 我只是想告诉你 如果晓杨需要一个父亲的话 我就在这里 虽然我已经错过了六年 但是我愿意试一试 我知道明天 是一只爸爸的活动 我能参加吗 不用了 我不想让晓杨见到你 晓杨也这么想吧 如果他知道我的存在 他不想见一见我 不想